封闭火灾现场的公告无故脱落 是意外还是人为 当时我就是起了疑心了 这个是不是有人私自进出过这个地方 过火的房屋 神秘的脚印 废墟的深处 隐藏着怎样的身影 进去的话就发现有个人蹲在里面 他说脑子也是梦状态 我说为什么里面不有个人 他是谁 为什么总是在大火过后来到现场 他究竟有何目的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大火之后的神秘身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关于火灾的无形 我们即便没有亲眼目睹过 也应该听说过 把意上突如其来的火灾 就可以把一个温馨的家园化为物有 目光所及之处 净是漆黑一片 空气中更是弥漫着刺鼻的焦虎味 令谁都不敢靠近 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头 有这么个人他总是在火灾过后来到现场 久久停留 按规定的话 火灾现场是不能随意进出的 那这个人是谁呢 来干嘛呢 他是想调查什么 还是另有目的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那是2023年10月11号的下午 浦东书院地区的一个小区 发生了火灾 截到报警之后 消防员和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发生火灾的房屋呢 位于二楼 现场 能烟滚滚 火光冲天 还有 呼救声 消防员同事啊 请拿 拿云替一下 有人在那边蹭了 我们来的其他队 让他们上去呼救 我上去 下期 情况看上去十分危急 但是定睛一看了 大家却发现 呼救声啊 并非是来自于 起火的房屋 而是来自楼上的阳台 紧接着 警察了解到 起火房屋的这个屋主啊 是一个两年夫妻 可是自发现火灾到现在啊 大家一直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动静 一时之间 在场的人呢 是揪心不疑 两个两个 家里有 哎 快讲 家里有没有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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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家里没有人 打开楼 就在这个时候 屋主回来了 大家看到了 眼前的大爷 朱老伯 和他旁边的老伴 李老太 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呢 朱老伯的儿子 得知发生火灾之后啊 也赶过来了 朱老伯说呢 着火的时候 他们老两口并不在家 但是他们离家呢 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 未曾料到 回来竟然看到大量的浓烟从自家窗户飘出来 他们也被吓得不轻 好好的怎么会着火呢 朱老伯猛然想起来了 充电宝 据朱老伯的讲述 这个充电宝啊 并不是他们自己家的 而是别人丢弃在垃圾桶上 他给捡回来了 然而呢 朱老伯万万没想到 这个随手捡来的充电宝啊 竟然引发了这么大的灾难 事已至此 朱老伯心里头也是后悔的不行啊 因为客厅内杂物堆的满满当当 所以火势蔓延的特别快 不过好在消防员来得及时 行动又迅速 半个小时之后 大火被彻底突灭了 这个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用电安全的这个重要性 不容忽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必须意识到 废弃的电子设备可能带来的风险 然而这场火呢 还只是个引子 真正害人听闻的呀 来后头呢 这天一早 社区的潘警官回访火在现场的时候 突然发现 前一天贴在门上的公告啊 竟然拖落下来了 这潘警官心里嘀咕 这公告明明贴得好好的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脱落呢 难道是有人进去过 当时我就是起了疑心了 这个是不是有人私自进出过这个地方 或者说没有人跟我们通报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东家 谨慎起见 潘警官等这个朱老伯一家过来之后 才一同进入屋内 可以看到 客厅呢 被烧得面目全非 墙壁家具地面 那是一片焦黑 李老太在看到这一副惨像之后啊 也是连连叹气 心疼得不得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 卧室没有受什么大影响 李老太来不及伤感 赶忙就跑到卧室 准备拿出财物 他还记得很清楚 值钱的财物都锁在那个书桌的抽屉里 可是正当他准备找出钥匙 打开抽屉的时候 他儿子发现这抽屉啊 一拉就开了 紧接着 李老太发现这个抽屉还被翻动过 更糟的是 里面的黄金手势都不结了 李老太显然是被这情况给吓到了 嘴里一直在重复着 没有了 没有了 李老太惊慌地发现 包裹好的黄金手势都不见了 紧接着又发现抽屉里的现金也全都没了 总共损失大概得有五万块钱 谁能想得到呢 房子都烧成这样了 里边的财物还会被人偷走 这会是谁干的呢 警察意识到这场火灾 极有可能会牵扯出一起盗窃案 他们随即清退了屋内人员 同时呢 通知这个刑科所的技术人员过来 房子虽然是烧了 但是当事人也应该关好了门 何况还贴了封条 这人是怎么进去的呢 火灾的火烧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当时这个门没有办法上锁的 也导致了就是给这个犯罪分子 入室的提供这样一个条件 一个便利 也就是说 因为失火 房屋的门无法上锁 犯罪分子只需要撕下门上的公告 就可以轻易地入室行窃 至于抽屉那边嘛 技术员经过侦查也得出了结论 看到这个木桌的抽屉 面板上上有一个凹陷痕迹 符合这个盗窃过程当中 用类似螺丝刀这样的物品 来进行一个撬压 形成了这样一个痕迹 那么而且当时抽屉的这个锁舌 是成弹粗状的 也就是说 原先这个抽屉是上锁的 看来还真的是有人入室行窃 这行为可是实实在在地趁火打劫 这着实是可恶了 李老太气得都要哭了 本来好好的加倍烧了 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这贼人竟然还雪上加霜 朱拉伯一家 原本就已经身心疲惫 心碎不已了 没成想在如此困境之下 还要面对窃贼的这个侵扰 自家人都不敢踏足的房屋 小偷竟然胆敢撕了公告 潜入进来 对于朱拉伯一家的这个遭遇 警察也是相当的愤慨 他们深知 侦破此案 不仅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更重要的是 要让社会大众看到 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是不容挑战的 警察 随起就加大了侦查力度 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突然 警察看到了这么个细节 极有可能与案件有关 哪儿呢 这是尚未过火的卫生间 地面上啊 有一组较为清晰的鞋印 这会不会是 嫌疑人留下来的 技术员首先来到了 朱老伯一家人的这个身边 原来他们也来过房间 得先做个排除法 卫生间里的鞋印 果然是外人留下来的 紧接着 技术员在其他几个房间 也发现了 跟那卫生间的同款鞋印 基于这个线索 这个技术员根据鞋印的特征 初步刻画了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这个长度来讲的话 是倾向于一个 身高体态 比较壮瘦的一个男性 这人会是谁 住在附近的居民 无疑成为了调查的重点对象 毕竟嘛 进水楼台先得月 邻居们都目睹了 这场火灾 最有可能乘虚而入 然而李老太却表示 自个儿的邻居 不太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来 据李老太说 平日里呢 邻居之间的关系 还是挺好的 见面都会打招呼 怯贼嘛 应该不会是他们 然而如果不是邻居的话 那又会是谁得知了火灾的消息 并且趁机作案呢 根据公共视频 警方逐一排查了火灾发生之后 出现在现场附近的人员 好在这个小区嘛 有点特殊 因为这个特殊性 这就大大降低了警方的排查难度 因为我们书圆辖区普遍年龄比较 岁数比较大 所以像晚上进出小区的人 是比较少的 特别像这种岁数轻的更加少 就在这个时候 警察在视频里头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他的体貌特征呢 刚好跟警方所刻画的这个嫌疑人相符 画面显示 10月12号晚上10点 有一名年轻力壮 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拿着手电筒 对着案发单元楼 照了照之后 就抖进去了 可是很快 仅仅一分钟过后 他就出来了 然而半小时后 这名男子又再次出现在了 案发单元楼 这一回嘛 他在楼内停留了40多分钟 才离开 当时先后两次进入了案发现场 综合他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可疑的 然后后来我们经过了 陆队长的履队 他也不是该小区的住户 这名男子的行为确实是可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嘛 这名男子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在案发时间内 另一方面 他的体貌特征正好跟嫌疑人相吻合 还有第三点 这名男子不是小区的住户 却在深夜两度进出案发的单元楼 这也太不对劲了 随后呢 警察立即对这名男子展开了追踪 画面显示 这名男子离开小区之后 大摇大摆的就来到了这个 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白色轿车的旁边 他先是拉开后座的车门 紧接着在身后的口袋里掏了掏 并且把什么东西放到了后座 接着就开车离开了 根据行车轨迹 警察发现这名男子 背中来到了50多公里外的 土东新区高桥镇的一个小区 通过车牌和居住地的这个信息 警察得知这名男子姓杨 35岁 可现在问题来了 首先杨某的居住地距离火灾 发生的楼洞没有50多公里之远 这意味着他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 才能到达火灾现场 费这么大劲 难道真是来作案的 再一个杨某是怎么知道 这场火灾的信息 还能够准确找到这栋楼呢 这一切究竟是巧合 还是另有玄机 就在警察深感困惑之际 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传来 杨某竟然在三个月前 牵扯进了一桩远在浦河区的火灾案件 怎么又是火灾呢 警察赶忙一查 结果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警察都哭笑不得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某会是趁火打劫的贼人吗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杨某的夜晚 突然出现在了50多公里外的 这个发生火灾的那栋楼里 形迹还特别可疑 而紧接着在调查过程当中 警察又得知 杨某竟然还跟另一起火灾案件 有牵连 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从7月23号中午 普陀某小区的一起火灾说起 八个小时之后 火被扑灭了 可是房主张先生随后也被送进了医院 但好在张先生只是轻微的一氧化碳中毒 身体没有大碍 所以当天晚上就出院了 然而当张先生在朋友的陪同下一起回到家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情况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张先生发现原本张贴在门上的封闭公告 竟然掉落在地 更奇怪的是门也是开着的 这是怎么回事 张先生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带着疑惑张先生走了进去 结果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张先生一进门就看见一个陌生人 蹲在沙发旁的角落里 对方神情特别慌乱 他是谁啊 来我们家干嘛 那张先生这脑子迟钻了几秒钟 稍后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张先生他们给控制住了 最后张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您可能也猜到了 张先生家的这个糊涂之客 正是前面那起盗贤案的嫌疑人杨某 由于他还没来得及作案 退出被警方处以取保厚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张先生和朱老伯一家人一样 都对陌生人潜入火灾现场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杨某家住在浦东新区的高桥镇 距离张先生家的这个浦博区域有30公里左右 而距离朱老伯家浦东书院地区 更是超过了50公里 但是杨某却很巧合的都在这两家发生火灾之后 现身于现场 不同的是杨某在张先生家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就被逮了个正着 而在朱老伯这边 虽然朱老伯家确实丢了东西 杨某也确确实实在案发之前 冲现在了这个案发单元楼 但是这两起案件都只能说以杨某行迹可疑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杨某就是小偷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鉴于杨某两度出现在火灾现场 且行为着实可疑 10月14号警方再次把杨某抓获归案 可是面对警方的审讯呢 杨某却始终保持沉默 一言不发 很显然杨某觉得没有口供就不能给他定队 但是事实上只要证据店完整 缺少口供一样可以定队 正所谓捉贼捉脏 脏物呢 警方立即行动起来 很快有一条重要线索这就出来了 杨某最近呢有多笔可疑的收款记录 再一查吧 竟然发现这些钱来自金店 金店 大家还记得住老国家丢的是什么吗 不正是黄金吗 根据他的展上记录 寻找了一些周边的金店 我们也是当时爱个去询问了一下 有没有在该时间段 有该特征的男子在该金店卖口东西 警察兵分两路 一路对杨某居住地附近的金店 展开了走访调查 一路呢就去杨某家中 依法进行搜查 结果一到杨某家里呢 警察就发现了关键证据 经过比对 这双鞋的鞋印呢 跟朱老国家发现的鞋印一致 而这双鞋的主人正是杨某 好 证据有了 但是最重要的那份证据还没有出现 什么呀 正是黄金 不过好在没多久 警方还真就搜出了个金元宝 关键是这金元宝啊 正是李老猜的 于此同时 警方对金店的走访也有了进展 从金店的视频可以看到 杨某呢正在和店员交流 店员手里拿了计算器 看起来嘛正是在对杨某拿过来的首饰进行称动和定价 事后呢店员回忆 杨某将这个首饰卖了三万多块钱 事已至此 面对摆在眼前的证据 杨某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表示那些拿去金店售卖的黄金首饰啊 都是通过盗窃得来的 而对于这些首饰的来源呢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确定 他的妻子并不知情 可是事情说到这儿啊 有些问题我们还是不能理解 一个是为什么杨某会将发生过火灾的房屋 作为作案目标啊 毕竟在一般人看来 火灾后的房屋往往会遭受严重破坏 而且极有可能会被烧得一无所有了 他怎么会惦记上这些火灾现场呢 再一个杨某平时嘛是做装修的 收入也还算稳定 而且他出行还自个儿开车呢 看上去嘛并不缺钱 他为什么会去盗窃呢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杨某家距离火灾现场都挺远的 他又是怎么准确找到了火灾事发力 实时盗窃的呢 据杨某交代 这一切都源于几个月前 他和妻子的一次吵架 吵架之后呢 他选择了离家出走 在外游荡 那你这么大点 我哪工人有椅子 听这情况嘛 杨某貌似还挺可怜的 然而有句老话在提醒我们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就在杨某身陷困境 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 一段火灾的视频 进入了他的视线 他脑筋污软 心思一起 竟然认为可以乘虚而入 捞上一票 我知道 你当时进的时候 是不是想找现金的吧 找钱的同事 找吃的同事 是不是还想找现金的 是 据杨某交代 他之所以能够准确的获得地址 还多亏了广大网友啊 自媒体实在的特点是什么呀 人人都可能是发布者 人人也都有可能是传播者 哪里发生了火灾 大家举起手机就会排下了 然后上传到社交软件上 而杨某这样别有用心的人 在看到这些视频之后 不仅会把这视频保存下来 还会在评论区询问 火灾发生的具体地点 而热情的网友呢 总会积极地提供他想要的信息 杨某拿到地址之后 就会选出所谓目标 张先生和朱老国这两个家啊 正是被他选中的目标 可恶的是 杨某在潜入张先生家的时候啊 已经被公安机关处理一次了 结果他竟然不思悔改 选择继续作案 队中再次落入罚网 杨某的这番话嘛 似乎是有些醒悟 可惜这份醒悟来的有点晚 目前呢 杨某因为涉行盗窃罪 已经被检查机关依法提问逮捕了 想象一下 当火灾的受害者们正深陷痛苦 一心想挽救自个儿的财产的时候 杨某却在暗中盘算 企图同中获取不义之财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 让人愤怒的同时更让人心寒 杨某的事儿是个警示 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投机取巧 更不能趁火打劫 触碰法律的底线 同时啊 我们也得呼吁广大网友 在发布和传播信息的时候 应当加强自媒体时代的信息安全意识 注意防范信息泄漏的风险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我们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